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易刚 6日在外滩金融峰会上说 中国应该专注于应对通缩压力 应该立即关注未来几个季度 让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 也就是平均物价指数转为正值 他指出广泛的价格衡量指标 已经连续几个季度成负值 易刚还表示 中国经济仍在复苏 但相对缓慢 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支持增长 现在应该重点支持中小企业 因为他们创造了最多的就业机会 彭博社报道就指出 这是中国险要人士罕见承认物价下跌 正威胁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 抵达德国的拉姆斯泰因美军空军基地 出席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防务联络小组会议 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军提供更多远程武器 他表示乌军缺乏可用于进攻俄罗斯领土的导弹 没有足够的防空系统 也需要更多的F-16战机 泽连斯基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议上先后发言 泽连斯基呼吁西方盟友 在提供远程打击武器的问题上 做出强有力的决定 以实现公正的和平 他又指 乌军在库尔斯克州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 已经控制了当地100个定居点 而奥斯汀就宣布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2.5亿美元军事援助 英国也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650枚 总值约1.62亿英镑的防空导弹 又报道称 此次会议可能会决定启动新一轮援助计划 以扩大乌军进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军事行动 乌克兰最高拉达 5日任命安德里·西比加为新任外交部长 欧盟方面称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改组政府 外媒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自己的派系成员透露 撤换外交部长的原因是认为 库列巴没有能量继续推动西方向乌克兰供应武器 乌克兰最高拉达5日以258票的投票结果 准以任命安德里·西比加担任新任外长 他曾担任多年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 并于2024年4月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我, Сибіга Андрій Іванович, усвідомлюючи 高尊重任职党, члена Кабінету Міністрів України, урочисто присягаю на вірність українському народові зобов'язуюся додержуватися Конституції України та законів України, зміцнювати суверенітет і незалежність України, обстоювати права і свободи людини та громадянина, дбати про добробут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народу, сталий демократичний будь ласка Arclocks 2.1.1. гріх Аяукра incense Ол tied можеючи зüкаціяB oraz додж从 дружбачала Аяукра Повцент С neden Дякую! Повцент Дякую! Дякую! 的美国代表团 并就美乌两国间的伙伴关系 展开讨论 美方还同乌克兰日托米尔地区 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一份 旨在促进学术 农业和文化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 中红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外交部长 现在又有了新的 这个就任者 那么我们看到西比加 他也是有些外交经验 而他刚刚也在推特上 也写了一些文字 表示他要继续地为乌克兰 在国际上 为了乌克兰的利益 而工作而努力 那么我们看到 现在泽连斯基亲自到德国 去参加 这个园乌联络小组的会议 通常这样的一个会议 都是向美国的国防部长 德国的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这一级去出席 那么这次呢 泽连斯基是亲自到德国去 看来这件事情 他有点急 那么另外呢 现在也确实是一个 很紧迫很关键的时刻 特别是乌克兰的天空 现在基本上呢 如果俄罗斯发动全面的空袭的话呢 那么他们的这个防空系统啊 还是很缺乏 这个能够阻拦的能力的 同时呢 这个泽连斯基到了这个 就开始呢 战略对手和这个 某种意义上的战略伙伴 或者战略平衡的伙伴呢 他们之间有自己的利益 但是呢 这个泽连斯基亲自出马呢 也说明呢 当然他已经说了 他这个外交部 前外交部长啊 说是不太给力 那么现在新的外交部长呢 我看这次他没有去拉姆斯坦因 这次是吴梅罗夫 是国防部长去的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国防会议嘛 但是呢 这个泽连斯基 他是作为一个演员出身 他很有说服能力 那么我想呢 他的亲自这个盗会啊 确实会能够让这个西方的一些伙伴呢 感觉到这个乌克兰的一种真诚 或者一种急切 那么他马上又在那边呢 和这个德国的国防部长 也举行了会谈 那么德国的国防部长再次宣布呢 也要向他们提供很多的援助 至于英国 当场就宣布1.6亿 英镑的这个防空导弹呢 要提供给他们 再看看这个美国的新闻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 4号就辩论规则达成共识之后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 向福克斯新闻表示 即将主办辩论的 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不公平 同时呢 ABC母公司迪士尼的合同问题 可能会导致数百万美国人 无法观看本场辩论 特朗普在4号晚接受福克斯新闻 市政厅活动采访时表示 9月10号的总统辩论不公平 并指责辩论主办方 ABC新闻不诚实 特朗普还表示 哈里斯可能会事先获得辩论问题 ABC新闻则回应称 不会向候选人或竞选团队提供任何问题 据纽约时报报道 哈里斯自1994年以来 一直是ABC新闻母公司迪士尼高管达纳乌尔登的朋友 自2003年哈里斯竞选旧金山检察官以来 乌尔登一直为他的政治竞选活动捐款 此次辩论是目前确认的唯一一场 在11月5号选举日前举行的对决 双方团队在4号下午就辩论规则达成一致 辩论期间双方的麦克风将在不发言时静音 这与规则与特朗普和拜登辩论是一致 此前哈里斯方曾要求将麦克风全程开启 同时华特迪士尼公司在9月1号合同到期后 将ABC频道从DirectTV卫星电视服务中撤出 导致其1130万用户无法观看本场辩论 风华卫视孙海若 王志祥 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 谈及美国大选 他笑称俄方曾希望美国总统拜登连任 但既然拜登已经退选并宣布支持 副总统哈里斯竞选下任美国总统 那么俄方也将支持哈里斯 对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同日表示 他不清楚普京此番表态的真实含义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出席在远东城市 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 谈及美国大选 普京笑称俄方曾希望美国总统拜登连任 而既然拜登已经退选并宣布支持副总统哈里斯参选 那么俄方也将支持哈里斯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фаворитов, то не нам эт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это все-таки выбор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 ну я же говорил, у нас, значит, фаворитом, если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был действующий президент господин Байден вот он, его сняли из гонки но он рекомендовал всем своим, значит, сторонникам поддержать сможу Харрис 普京还表示 哈里斯的笑容很有感染力 表明他进展顺利 希望哈里斯当选后 不要像美国前总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一样 对俄罗斯施加过度限制 普京支持哈里斯的言论 迅速传到特朗普的耳中 一向被指同情普京的特朗普 同日在纽约出席活动时表示 他不清楚普京的意思 也不知该如何回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普京是公开地再次地表示 他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那么他是在东方经济论坛上的 这个大会上 这个主持人问他这个话 这可以说是美国人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俄国支持谁 当美国总统 那么他这个言论一出来 因为远东和美东时间是有时差的 那么等到时间转过去的正好 在美国还是星期四 白宫的国安会发言人科比 他在新闻简报会上就对记者说 说唯一应该决定 谁是美国下任总统的 应该是美国人民 他又说呢 如果普京先生停止议论 并且停止干涉美国大选 我们将非常感激 科比回答得很认真 然后呢 同一天 特朗普也做出反应 他说我是不知道 他这是在侮辱我呢 还是帮我一个忙 我也不知道是否该给他打个电话 说声谢谢 这个大国的领袖 在隔空这样讲 这就是非常有意思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就在同一天 普京表态支持哈里斯 前几个小时 在美国的时间呢 是星期三 那么其实只差几个小时 就有时差嘛 那美国三大部 国务院 司法部和财政部 就同时对俄罗斯媒体 干预美国大选呢 采取行动 国务院呢 发了一份声明 说应对俄罗斯 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和干涉 我们要采取行动 就宣布呢 把今日俄罗斯 俄罗斯的新闻社 叫Ria Novosti 还有RT 它是英语的 它也叫做今日俄罗斯 还有呢 卫星通信社 Sputnik 还有叫 还有其实它总部在 以前在德国 现在可能 美国也有 叫Rubli 它是负责这个推广 这个RT的内容的 这个机构呢 列入外国政府使团名单 就是你就是外国的代理人 那么有个国务院呢 说限制向某些人 发放签证 那么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呢 就对这个RT的两名员工提起诉讼 这两名员工呢 它是管这个技术部门的 所以这两个员工啊 一个是叫卡拉什尼科夫 就是那个冲锋枪的那个创造者 可能他的从孙子吧 反正同名同姓 还有一个叫阿弗纳西耶瓦 一个27岁的女孩子 那么这两个人呢 说是他们向天纳西周一家公司支付1000万美元 让这个影响他们去发布这个对莫斯科有利的资讯 财政部呢 就一下宣布对10个人进行制裁 包括RT的总编辑西蒙扬 副总编辑啊 这个布洛斯卡亚 还有一个叫阿弗纳西莫夫 还有英语部的副主任 还有这个就刚才是被这个司法部起诉的两位这个媒体的技术员工 还有一个是黑客组织 怎么怎么的这些啊 那么美国的这个当局啊 突然之间就对在美国当地已经注册的合法的机构的这个俄罗斯媒体啊 突然之间大打出手 RT在2005年建立之后啊 就在美国设立一份公司 而且他在全球啊 他是从俄罗斯角度来观察全球新闻嘛 他还是很有名气的 做得也不错 我们对于这个普京宣布支持哈里斯 一直到这个俄罗斯媒体被制裁 我们来做点观察 首先呢就是这个普京毫不隐晦的 所谓干涉别国内政 表态支持拜登和哈里斯 我看到这个乌克兰真理报呢 在这个推特上搞了一个调查 说你是如何评价这个普京支持哈里斯的 有三项选择 你可以选 一个是呢 这是逆反效应 就是 我想他也是这样的啊 就等于是 既然你说我是大选票房毒药嘛 那我支持哈里斯 你们就肯定投给特朗普 这叫逆反效应 第二呢 说你完全缺乏诚意 这是随便在大会上就说一说 那么第三呢 说这是要分化美国人 这三个你可以选 你到网上可以去点你是倾向于哪一种可能性 那么简单的说呢 我认为这就是普京在戏弄美国人 一方面呢 就是俄罗斯的做法 他根本就不回避 说我干涉你就是干涉你 你说我怎么样 我就干涉你 你说我破坏 我就破坏 这就是我俄罗斯的影响力 那么还有呢 他就是来 让你们美国人 就弄着你们 拿你们 嘲弄你们吧 那么第二呢 就是俄罗斯每次都被指控操纵 这个美国大选呢 那么2016年 特朗普当选的时候 当时就是有些很多 这个黑客散布了很多不利于 希拉里和民主党资讯 这次呢 是美国政府拿出证据了 说RT的员工 就买通美国中国网站 而且呢 就把包括习蒙扬 在内的这个美国的 著名的媒体人 列入外国识团名单 我想这是美俄关系 进一步恶化的新标志 那么第三呢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马上回应说 说美国对俄罗斯媒体的 任何的攻击 都是情报部门 深思熟虑的行动的结果 说美国当局 完全直接的违背了 他们在 这叫信息自由 新闻自由和媒体 多元化方面的义务 并且告诉美国 此举不会得不到回应 意思就是呢 俄罗斯将对美国媒体 实施报复行动 现在请看凤凤卫视记者 报道的其他重要表例新闻 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李宁斯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五日表示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将在未来几周内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通电话 旨在避免两个大国之间发生任何军事误解 伯恩斯五日接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访问时表示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将与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通电话 伯恩斯称 去年年初中国气球事件发生后 美中关系跌至历史低点 美方一直寻求与中方建立更紧密的军事沟通渠道 并希望对话能继续在双方更高层级官员之间进行 以便在发生事端情况下 两军领导层可以立即沟通降低紧张局势 确保双方以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复回市综合报道 这是要谈南海问题还有菲律宾问题 另一则新闻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五日发表声明 宣布加紧对量子计算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 以防止竞争对手掌握这些技术 声明提出 美国商务部将在量子计算 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 超级计算及高性能芯片生产及开发 金属及合金部件生产等领域 实施全球范围内的出口管制 但管制对象不包括美国信赖的伙伴国家 声明表示 能够用于军事用途的关键技术不断涌现并发展 美方愈发需要对这些技术的流动加以管控 避免这些技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或与美方外交政策相悖 声明还援引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副局长肯德勒的话表示 保障美国国家安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家协作 一同强化对关键技术的出口管控 美国总统拜登去年8月发布行政命令 计划限制美国在量子计算等敏感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投资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耐用管制工具 敦促美方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一步一步地对中国进行高科技的阻碍或叫封锁 这看来也是这几年以来成为一种趋势 那么对此其实中国这边心里也很清楚 但也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发展 他很忌惮 很担心 也说明中国在不断地在强大 另一方面我想中国多次地发表声明 是要求反对美方把经贸科技问题 政治化 工具化和武器化 从应该两三年前 这就是中国对美国这种做法的一种 一种说话的方式 但实际上我想 中国已经不再对美国的科技政策抱有什么幻想 而着眼于要自己发展中国自己的高科技 新制生产力 那么特别是要开创自己在各方面的包括芯片 也包括量子科技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而且中国我想过去这几十年也积累了很多人才 那么很多也是从美国学了回来 也报效国家 所以说在这方面 中国一方面在外交上警告美国不要这样做 另外一方面也肯定做好了自己的准备 看上另一则新闻 韩日领导人会谈六日在韩国首尔举行 两国领导人共同认为明年是韩日邦交正常化60周年 将是两国在各领域加深合作的契机 日文首相安田文雄正在访问韩国 六日和韩国总统尹熙举行领导人会谈 双方回顾过去两年的韩日关系发展主机 讨论未来发展方向 双方高度评价两国重启政府之间写上机制等 积极沟通的同时 在经济安全尖端技术等多样领域上 进一步扩大合作 尹熙表示 明年是韩日两国邦交正常化60周年 这将成为两国关系更生一重楼的契机 两国领导人共同认为朝鲜拒绝对话 并威胁半岛以及区内和平稳定 两国将就朝鲜不断挑衅 以及俄朝之间合作紧密沟通 也将坚决应对 岸田文雄表示 半岛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也会带来很大利益 他支持尹熙悦所发布的八一五统一战略 岸田文雄还说 他为过去在严酷的环境下很多人经历了非常痛苦和悲伤的事情而感到心痛 韩国游民中当天在总统府前 关华梦广场等各地举行多国反对集会 强烈反对韩日领导人会谈 威慧者不但谴责主张日本拥有独岛领土权的岸田文雄 还批评要求展开亲日政策的尹熙悦 威慧者强烈批评说 尹熙悦政府容忍日本排放和污染水 接受日方抢政老公的解决方案 承认日本把左渡岛金山列入世界遗产名路等亲日政策 让韩国民众感到屈辱 岸田文雄还认为 改善韩日关系是只剩三年的最大成果 但改善韩日关系的前提因是 日本政府对过去历史的真诚道歉 凤航卫视金之贤 韩国首尔报道 最后请您聆听了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